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毕竟也是不如动物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是可以听到自己的心声 你能打电话吗 十二四方 没有人不会喜欢 他们就是想自己过好自己的 只要找到吃的 吃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是所有的动物能在东亚 能活到现在的动物里 最重要的一个能力 就是怎么能避开人 仅此而已 我感觉就今天都 这换到另一条道上才行 昨天早上就发现有一些道 没法走了 我感觉就今天都 我感觉就今天都 这换到另一条道上才行 昨天早上就发现有一些道 没法走了 像我们主要关注生态 关注它的水 关注空气 关注野生动物 2021年9月 我们在辽宁省丹东市 见到了做鸟类研究的白青泉 一见面 它就拉上我们前往它的工作地点 看到没 大部分是环境横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正着急了 我用手给你们弄吧 你们可以过来看 在这儿 来 所有人 拍个人看 那游客给咱们带几个宣传册 干嘛 看到鸟浪没 这就是了 这个 咱们辽宁省呢 叫东亚澳大利西亚倩起路线上 这黄渤海中庭地 重要组成部分 是整个这条迁移路线上最重要的区域 因为它是中心点 所有的鸟从澳洲到北极 或者从北极到澳洲 或者到东南亚 它都要做一个加油站 来中庭 否则的话它的迁徙就没法继续 所以这边区域特别重要 就特别考验人 怎么和野生动物来分享 迁徙的鸟类成为了滩图上的一片奇景 而每年四五月份 摊图上将会集结数万只横域类候鸟 官鸟的人群也像候鸟一样蜂拥而至 除了目睹如此多的鸟儿 同时飞行的鸟浪奇观 还可以看到被誉为鸟类不间断飞行的冠军 班尾成域 这种班尾成域啊 它的迁徙非常的极端 就是从新西兰的北岛 要一口气飞到鸭鲁江口 从新西兰到这儿的距离是10500公里 它是一口气不吃不喝不睡 不停地扇翅膀到达鸭鲁江 体重大约消耗了接近一半 而到了每年九月份 摊图上的鸟没有春天那么密集 官鸟的人群也就变得寥寥无几 只有白青泉还在兴奋地做着自己的鸟类调查 看这个 回头看一下 刚才那个翻身的时候 这里面大部分是黑骨冰玉 白青泉做野生动物研究 已经快20年 它目前主要的关注点是 鸭鲁江口湿地摊吐鸟类情况 每次摊吐上鸟群出现的时候 它都一定会到现场 当然它和一般的官鸟者有很大的不同 它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鸟类的种群数量监测 俗称鼠鸟 黑骨冰玉一万多了 已经一万多了 就面前的这一天 是吧 对 对 哦 它在吃啊 这个黑嘴鸥 重名的黑嘴鸥 这边楼的 他们都是抢的 真是拿走到那里 抢吃的 好了 因为国一和国二在继续 它这个像是个游客 正常渔民不让人下滩 随着鸟儿一起出现的官鸟者们 总是有些人 为了拍摄到鸟浪起飞的画面 试图惊吓这些高潮位停歇地上休息的鸟儿 而这也是白青泉这样的做鸟类研究的人 极不愿意看到的 它也想出了一些办法 每次来熟鸟 它都会随身带着一些鸟类的宣传资料 现在这个鸟叫黑腹冰玉 就是前面那就是墨河这一片 就是这种 嗯 这两个 你给我看吧 很不太感兴趣 在海边发的最重要的意义是让他们 就像刚才那个老太太他们在喊 就想告诉他们 他们要完成能量积累是很费劲的 所以尽量的保持安静 在这一代我们做的工作吧 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一个是定期的做鸟类的种群数量的监测 第二是做一些科学环制 就是给鸟类带上记号 甚至带微信跟踪器 第三是做一点那个底气生物的采集 所以第一动作采集呢就是了解鸟类可利用的食物的状况 系统的在摊土上做一点那个食物的调查 在什么时候走 假讯起用尿质 第二千玥远 懒电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这种就是鸟儿可以吃的 这个 这是幼体 能看出来吗 凯的一些样本 跟一个大学的一个朋友吧 我们可以合作做那个叫 就抵抑生物里面的那个重金属的沉积 就了解它们的重金属的积累的情况 换句话说 是了解食物里面有什么样的污染 贪图是另外一个世界 小世界呗 真的 真是个大世界 做鸟类调查研究 本身就是对鸟类的一种最好的保护 对于白青泉来说 做系统的观测调查 才能获得实际数据 分析出这片滩图上鸟类的情况 如果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矛盾点 那么也能及时发现 这样才能做出改变 人们也许只能看到鸟浪到来时 生命繁荣的景象 却不知道人与动物如何共存 更多的是需要人的努力 看这个 这里面的小蛤 这就是光花荷兰蛤 这是野生的蛤 不是人吃的 它长到成年就这么大 这是横育类候鸟最优良的食物 却更多的出现在了近海岸 而横育类候鸟的天性使然 它们无法到近海岸进食 蛤特别薄 那个横育类啊 它们吃东西 它们是吃那个蛤类的专家 它们是整吞 这样吃到素囊里以后吧 那个用素囊给那个蛤整体压碎 如何让鸟儿到近海岸来进食这些蛤 这是白青泉的难题 而更大的难题 却是这些人都不吃的蛤 却依然有着经济价值 现在的状况呢 光花荷兰蛤啊 会被很多的加工厂收购啊 做成鱼粉 虾粉 来喂鱼喂虾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 侵占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空间 可利用的食物 这些人与动物之间的矛盾 显然不能靠白青泉 这样的研究学者来解决问题 但如果缺少白青泉 这样的研究者的数据 报告 引起各方的关注 那这些矛盾将无人知晓 人们听到鸟类消息的时候 大概率是坏消息 鸟的数量有变化的话 一般说明它的生静 或者是食物发生的变化 而食物一般是由生静变化导致的 可以这么说 这些都是 每年九月 对于白青泉来说 是个繁忙的时候 它的鸟类调查 几乎每天都在进行 但这些调查中有一项 它会尤为谨慎 环制 环制是鸟类保护 鸟类科研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要把鸟给捉到 安全地捉到 然后给它们拿在手里 给获取一些难得的生物学样本 比如说血样 羽毛 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很多方面的信息 环制是鸟类调查中最为重要的科学调查方式 就像给野生动物带追踪器 安装红外相机拍摄野生动物一样 白青泉正在做着环制之前的最后准备 每次到了这个时候 他都会开始陷入一种奇异的焦虑中 差不多 咱就出发 绳我再埋点 当你准备不足的时候 或者预念特别强的时候 你织网的手法 位置 和方向 都可能会影响你抓到鸟 安全的抓到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 又开始了 开始了 咱们还是大概在那个位置 对对对对 然后走在那 我跟你们 咱们一起下去 走 是有一些鸟会从那边飞过来的时候 然后顶着飞进来 对啊 对吧 白青泉还制过很多种类的鸟 但是目前他非常希望 能够还制一只大勺玉 来充实他最近的研究数据 但是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 有时候意愿太强 不一定是好事 不要抖吧 你抖掉 好 对吧 Bye we your Let's go 几两个人 开刀 几两个人开刀 差不多了 好 鸟袋都在这 然后把鸟箱给整好 来了 水线马上就到了 我在这边看看 如果能赶上几个 再往底下 可以开灯开灯 普通燕鸥 这个是黑布冰玉 这个是个大冰玉 大冰玉幼鸟 好 放好了 摇我 摇你 摇到这儿 因为一会儿潮水还要涨 保证鸟的安全 抓几只鸟都很宝贵 一晚上几只 现在可以 所以我们很放松了 也要焦虑过了 走 回去还制 小号的还制天 剪刀一个 看经过整边以后的 多方便 就好了 哈哈 大地狱 155.9 金属环号 金属环号 我给你读 F129 388 这是咱们全国鸟类环制中心 给各地 统一发放的 这个环呢是全国统一的 我们环制完以后 把这个信息报到 那个全国鸟类环制中心 然后我们现在带的这个旗标 我们那个压楼江口的 那个旗标组合啊 就是这两种 上面一个绿色的 普通旗标 下面一个橙色旗标 这样戴在腿上 这个组合 就光看这个颜色 就知道是中国鸭鲁江口 如果有一个超级 长寿的鸟 就过了 过了三十年被发现 也是可以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金属环来识别的 比如说澳大利亚的一个环制员 如果他 他捉到了 那他告诉我这只鸟子 然后我 我把那个 咱们环制的时候 那照片发给他 我去年捉到一个 日本人环制的 惠惠飘语 然后他大概我记得是 一零年左右 你想 都已经 那只鸟至少 十岁家了 然后我把 我这边 环制了以后的信息 和那个 放飞的照片 我给他加了个旗标 然后放了以后 他把那个 环制时候的 原始照片发给我 嗯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种感 对 对对 2016年2月 白青泉在澳大利亚 成功地环制了一只 大韶玉 非常幸运的是 来年三月 便在鸭路江口的摊土上 观测到了这只大韶玉 这种经历 就是这些做鸟类调查的人 最乐于看到的 然后 今天的 今天的重头 咱们整那个黑嘴鸥 两只 黑嘴鸥 好嘞 好嘞 我觉得可以套 虽然今天 没有环制到大韶玉 但是抓到了两只黑嘴鸥 这也让白青泉十分欣喜 给它喊喊 对于黑嘴鸥 这种全球仅存两万余只的 珍稀鸟类 更是需要环制 来了解 监测种群的数据 19.7 107 这是国家一级的 我们温柔一点 走 这两个黑嘴鸥 黑嘴鸥 嗯 来 一人一个 来 一人一个 看 黑走了 看看啊 1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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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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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青泉的鸟类调查还在继续 好好活着啊 接下来 它还是鼠鸟 底气生物调查 环制 在鸭鲁江口的这片滩图上 这样的循环一直在继续 这个是410号 410号 大宾 宝宝 要帮我们画一点好的曲线 在外面好好过 嗯 希望它活20年 好 看 再见 再见 白青泉已经持续这样系统鸟类调查 很多年 三个月的宝宝 可我们 却无法从它身上看到一丝重复的绝带 我们也无法判断 支撑它的是对鸟的喜爱 还是对荒野的守望 我们首先是喜欢一个客观事物 一个 一个生命 嗯 生机勃勃 这个生机勃勃在哪呢 在荒野上 我们喜欢那种自然的 似乎是荒凉的地方 但是它是生机勃勃的 用一个专业词位叫什么 叫生物多样性 万类双天 净自由 就是这个道理 在一片荒野影 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 不开心吗 精彩分成